哈囉 各位小伙伴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歐德班 今天呢繼續我們的漫威模組啦 來吧 我們今天繼續召喚我們的漫威英雄 那麼呢在召喚英雄之前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一些觀眾的留言 應該是說回覆一下這些觀眾的留言 那我有看到有一位觀眾是講說 老頭你的這個薩諾斯的這個無限手套呢 沒辦法使用技能 是不是因為 因為呢他這個手套下面呢 有一個100%他原本是0%啦 然後呢是不是因為沒有充能的關係 所以說不能使用 後來老頭說欸真的欸 因為當時是0% 後來老頭就給他充能了 怎麼充能呢 原來是把他手套脫下來 然後呢再把我們這個能量元素晶片丟進去 就已經充能100%了 可是呢 這個100%卻沒有辦法使用任何技能 後來我才發現 其實他這個功能 這個解說上面就已經有講了 完整的無限手套可以利用無限寶石的持有能力 空間位以力量隕石 靈體化時間禁止 心靈強化現實空間 和什麼 降指技能 帶上這個手套之後呢 這些寶石全部都可以用了 這些寶石全部都可以使用了 你看喔 我把這個手套脫下來我要用隕石樹 他不給放 這不是隕石樹這是靈魂寶石 隕石樹好像不用用完了 力量寶石樹 不給放 有沒有 但是他還是會消耗有沒有 這後來我發現的 但是呢 如果你戴上了這個無限手套的話呢 你的隕石就放得出來了 有沒有 超酷的 超酷的有沒有 但是呢 這邊又一個說明了 又一個問題點了 他說可以使用特有能力 但是那個 降指的技能 我到現在還是找不出來到底在哪裡啊 降指的技能到底在哪裡 我還是沒有找到降指的技能 不是什麼日本的什麼 什麼日本的降指 不是那個天原突破的降指 我是說 貪手指的這個降指 各位不要想錯了 我是沒有看見 這個技能到底要怎麼使用啊 所以說這目前還是一個謎 我那個鍵盤上面所有的按鍵啊 全部都按過一遍了 我看這邊就沒有什麼降指寶石啊 應該也不是什麼降指寶石啊 我記得 降指這個技能就是 沙諾斯在彈手指嘛 就會造成讓這個 周圍的所有人變成灰嘛 對不對 這邊就是沒看到 所以說 這個技能呢 目前還沒有被發覺 我不知道怎麼使用 這個就有點稍微 可能有點遺憾了 因為找不到啊 找不到我也沒辦法 就沒辦法 就真的是整個這個樣子 還是說 需要用降指技能 需要催化技 需要這個 瑪瑙挪的分泌物 啊沒有啦 想太多了 我覺得不太可能 完全搭不上關係啊 我覺得不太可能 對啊 你看我降指用不出來 空白鍵 C鍵 C鍵 就是蹲下啊 然後什麼 F F G H K J 這一次吹口哨啊 不要亂吹啊 等下全部跟過來 沒有半個技能是可以使用的 我就覺得很 很莫名其妙 好 應該說沒有一個按鍵是技能可以使用的啊 我就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我就覺得沒辦法 對啊 每一個每一個鍵盤按鈕全部都按過啊 然後通通就不行啊 所以說 可能沒有辦法使用降指的技能 如果呢 各位啊 是有解的 那就歡迎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可以告訴我 到底要怎麼使用降指的技能 好 這個可能就要 靠大家 來幫忙一下了 好不好 然後呢 還有一位觀眾啊 他有留言啊 他說 說好的原始角色呢 這個原始角色呢 老頭私底下還沒有錄影 的時候呢 有把它召喚出來過 結果 我得到的結論是 他會 直接跳出遊戲 他會當機 這個角色是不存在的 果然被我猜中了 而且那時候就很怕說 錄影錄到一半 召喚這隻原始角色會當機 所以說呢 我特地私底下 召喚一遍 召喚過一遍看看 古不起來 他會讓你程式錯誤 然後直接跳掉 好 讓你前面所錄影的東西 全部功虧一虧 好家在 我有先測試一下 果然是沒 果然是真的會讓你跳出來啊 好 所以說呢 這個原始角色 我沒有辦法給你們看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好 非常的遺憾 好這個東西呢 就自行想像 給你一張白紙 你自己想像 這個原始角色到底是什麼 好 其實我覺得就會叫原始角色 我覺得一定是模組寫錯啦 我真的覺得是模組寫錯啦 不然的話這個原始角色意義是什麼 應該是 就是沒有意義啊 不是這麼覺得啊 好 那麼接下來呢 這個觀眾留言重要的 我覺得該回的 我都回了 那接下來呢 老頭 好 要來燒 要來開始 準備 召喚我們的 漫威英雄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當其衝的漫威英雄呢 是哪一隻 唉 我們來看看齁 嗯 我是有點想要看 共生體蜘蛛俠 不過我覺得這個 可能 可以跟蜘蛛人一起喔 因為畢竟都是同一個種類的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個比較 我完全不知道是誰的英雄好不好 就是這個 東日戰士巴基 如果這個巴基名字倒過來念 應該會非常的 應該是會讓人覺得非常的 倒過來念 哈哈哈哈 好吧 那我們就來召喚看一下好了 這隻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英雄 哇靠 這什麼東西啊 哇 直接跳出來耶 欸 好帥喔 欸 他居然有戴口罩耶 這真的是 漫威的英雄嗎 為什麼長這個樣子啊 漫威英雄為什麼身上這麼多槍械 啊 我突然想起來了 我記得是不是這個 這個人是失去左手 好像在復仇者聯盟有出現過對不對 他好像是跟誰一起的啊 欸說實在的 我真的沒有什麼印象耶 對啊 我們看一下他有什麼攻擊技能喔 我們就拿這些怪物四刀 不是怪物 這些恐龍 左劍 你手上明明就拿一把小槍 然後你去非得要衝過去 花一個兩三拳 然後再開啟你的槍槍這樣子 然後又一件是什麼 然後 欸 What the hell 欸 就這樣我是看不到的 你知道嗎 他把什麼東西丟出去啊 哇 那把槍往上丟 然後丟 射了一個像榴彈炮的東西 然後再把槍撿回來 嘿 射完 然後再把槍撿回來 呵呵 阿你為什麼就把你的槍 背在後面 或者是放在地上再使用呢 那丟還 還耍帥呢這樣子 唉唷直接秒殺了 傷害還蠻高的 吸引劍是什麼 吸引劍沒有功能 這次就這樣子而已喔 呵呵呵 好吧 我給他的 我給他的這個滑鼠右鍵把槍丟起來 我給他87分 不能再高了 你看 又是魔鬼的步伐 滑板鞋 一步兩步 你怎麼 你母親問我 你怎麼不開心 原來是一雙滑板鞋 你看這個榴彈一次可以發好多顆 挺酷的 有沒有 還蠻屌的 有點像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有點像Diablo 就是Diablo3裡面祕書師的那個什麼 某個技能 一次丟很多顆的榴彈在地上 突然一次引爆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這個東日戰士喔 叫什麼我看一下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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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居然出現這個問題了 居然掉下去了 算了我用開飛行模式好了 這是我們的東日戰士巴基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下一個好不好 咱們再看一下一個 下一個的 我想要看克雷多斯 你看講到克雷多斯 上天就下起雨來了 因為他們害怕 四神的那個 四神的戰神出現了 來我們看一下克雷多斯 克雷多斯 喔看見了哇 克雷多斯 欸他這個流亡刀是幾代的啊 好像是一代的是不是 還是二代 欸好帥喔 哇 居然可以在方舟的世界看見克雷多斯欸 登登登登 克雷多斯 克雷多斯 欸這個模組做得好完整喔 超讚的 我怎麼覺得他這個 他這個角度感覺好像是在看蓋亞之類的 這是幾代的 他手上拿的到底是幾代的流亡劍啊 忘記了算還不管了 哇 哇 欸有點完整喔 呃這個武器稍微 呃雖然就是 他丟出去的那個特效稍微弱了點喔 但是他確實是有把武器丟出去喔 還可以啦我覺得 啊右鍵這一招是那一招捏 按框 按按正方形長按的那一招 如果你沒有玩戰神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還有什麼 C鍵沒功能 哇他只有兩招而已喔 欸我覺得蠻棒的啊 各位覺得蠻棒的 欸 欸 我剛剛是不是看到鎖鏈啊 還是有錯覺啊 哇 我們的戰神 準備要四神了嗎 啊 方舟的神是不是要被我們殺掉了 欸這邊為什麼會有殺礦獸啊 為什麼 難得會有殺礦獸欸 哇 哇 死掉了 死光光 鬼頭死 鬼頭死 我實在可以打木頭 登登登登登 鬼頭死 鬼頭死 喔 我們的戰神 一樣就只有兩招而已有點可惜 為什麼覺得他好像把所有的經費全部都挪到 如果這個遊戲要錢啊 這個模組要錢啊 我覺得他已經把所有的經費全部都挪到鋼鐵人身上了 鋼鐵人的技能還比較多種欸 至少三種以上 對不對 這個是每一隻 就只有左劍跟右劍而已 稍微有點漏掉了 啊 怎麼感覺有點弱弱的 啊有點可惜 好吧 算了 唉唷 快點飛起來 不然等一下我又要掉無敵洞了 好啦 我們看最後我最想要看的這一隻齁 今天的主題 我有去看那個史特2 好我們的史特出來了 史特在哪裡 喔看見了 我們的史特在這個地方 小劍劍史特 真的還蠻劍的 哇你看他的性感小屁屁 喔被擋住了 喔看見了沒有 哇塞 有點黑黑的喔 嗯 可能最近吃太辣了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普通攻擊是長這樣子 右劍呢 不是吧 你跟我講這個右 這個沒有右劍 這個右劍 史特右劍沒有攻擊 C劍也沒有 完了 這隻是幹嘛的 這隻到底幹嘛的 來著啦 What the 這隻到底是幹嘛 哈哈哈哈 對啊 你沒有右劍欸 你這隻沒有右劍 你這隻沒有右劍 你算是大咖英雄 你居然沒有右劍 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怎麼行呢 欸精英牛龍 一刀死 一刀死 你這樣不太對吧 對啊 這樣子不太行吧 還是說死士有另外一種 我們來看一下死士是不是有另外一種好了 這個是用野生召喚的方式 我們直接選英雄的死士看看好了 藍圖叫出來的死士會是什麼樣子 藍圖叫出來的死士 等級比較高欸 Oh my gosh 兩隻一模一樣的死士 都叫小劍劍死士 但是呢 人力是一樣的 哇 居然 只有他的左劍攻擊 可可惡 居然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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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爆飛大爆飛 很可以 不過他跳躍力好高喔 他可以跳很高欸 我的天啊 這叫他可以跳很高 不過聽有聽觀眾講說這個 死士的這個角色他的能力回血特別快 很適合拿來打薩諾斯是不是真的啊 到時候我們來打薩諾斯的時候 我們用死士打看看好了 可能是之前有人玩過 然後知道用死士打會非常的順利吧 因為畢竟薩諾斯這麼強 我覺得就算我們這些角色啊 血量幾百萬幾千萬的 可能靠過去被他彈指之間 啃一下就死掉了吧 我就這麼覺得啊 好吧 我覺得這麼今天先到這裡結束了喔 哎呀 想說死士應該會蠻帥的 技能應該會比較多樣化 來個什麼 就是 星爆氣流斬之類的 結果居然也沒有 好吧 就只能先這樣子了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大家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小怪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漫威魔再見面了 拜拜